OK 各位喜歡朋友熱愛跑步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哈卡 那在我身旁呢 是我們的素人跑者 大宇哥 還有我們大專盃五千公尺的冠軍得主 血米糕 麥扣 好 謝謝 謝謝阿樂 隨便去玩 大家好 那 很榮幸今天邀請到Michael 來上我們運動筆記的節目 首先先恭喜你 就是拿到大專盃五千公尺的第一女隊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感想 想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記得當天比賽之前我很緊張 是 對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 是 然後我們2月也有比賽 是 2月比賽的時候我跑得不太好 是 所以只是那個比賽的下一個 然後很緊張 然後天氣也不太好 然後我記得當天的前天我也要 跟我的學校在拉大隊練習 所以我當天有一點點 所以你那時候有設定你的目標 然後或是說就是預期的名次在哪邊嗎 沒有 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設定名字 對 2月的比賽是春季杯嗎 對 對 春季杯 那那個時候不理想是多不理想 沒有划斷跳的時間還是什麼 是 因為那個是 學習 開始之前的比賽 然後我今年寒假 2個月初出玩 先去環島 然後去東南亞 嗯 缺乏訓練 所以 沒有 我覺得我那時候沒有準備好 嗯 沒有準備好還可以拿第一名 很厲害 比賽的過程就是 第三名 那個 雲林科大的 洪家寶 就是 帶著你跟體大的同學一起跑 對 那那時候 你有去管配速嗎 還是就是 跟著領跑人的 對 我就 總之怕 不太管 因為 我知道 我們三個人 可能會 一起跑步 然後我知道 我們在前面 所以可能 時間 不會那麼快 然後 比賽之後我發現 是 得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我 兩個 三個球 已經發現 我們的速度 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都 就定是它 還有因為 所以我覺得 燈在它的後面 比較 也不用 那個 家寶他有在 他的 演出上面提到說 剩下四圈子的時候 他有回頭跟你說 One mile 然後 然後他說 你可能沒有人沒有聽到 其實我 你跟我 說我現在才 不好意思 他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那時候雨下的很大 他應該 應該也沒有聽到 對 我沒聽不到他 一時卻 問過他 然後 然後 最後兩個 我在前面 然後最後一個 他在前面 然後最後兩百 我們 都 越來越快 所以 最後一百 我覺得 因為我的腳 比較強 所以我 我 那美高問一下 就是說 你拿到冠軍 那你覺得 對你來說 你拿冠軍的意義是什麼 有什麼樣子 當然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最後 最後三圈 兩圈 一圈都很 我覺得很辛苦 然後我覺得 不是 身體的事 但是 腦的事 就是 你要自己決定 告訴你自己 我要 變快 現在 還有 當天 人不能進去幫你加油 所以都是你一個人 然後我的教練也在 但是 他是 只有一個人 所以 大部分是 我跟我自己說話 要繼續 要努力 所以我當然很開心 然後也很開心 可以讓 教練 感到 比較好 嗯 那你在美國的 跑步經歷 呃 可以稍微 那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你在美國是怎麼開始跑步的 或是說 之前有沒有參加校隊嗎 還是 嗯 我在美國 我有 啊 三個 三個 兄弟姐妹 兩個姐姐 一個哥哥 然後我的父母 一直都想要我和我的 哥哥 兩個姐姐 運動 嗯 其實我覺得他們 對我的父母來說 運動比上課 重要 是 所以我們大概五歲開始 一直都會運動 然後我 比較喜歡 有用 跑步 就類的 然後我的哥哥比我大 所以他 打籃球 然後做其他的運動 嗯 但是我們都比較喜歡運動 所以我大概五歲開始 所以你開始跑步 那你有接觸過哪種球 來看球賽嗎 啊 我來 我來 對 那你會看比賽嗎 看棒球 會看比賽 因為我是博士頓 然後博士頓 然後博士頓的運動 都很厲害 對 博士頓 對 陪朋友一起看 我覺得很好玩 但是我自己不會 打板球 嗯 那有參加過 校正有像 Cost Country 有 有 我上高中時候 加入了 學校的 Cost Country 對 還有游泳隊 還有天井 然後大學時候 我大一時候 一加入 學校的 正式的 Cost Country 然後大一以後 我還大學 最新的大學 巧士頓大學 他們的Cost Country 太厲害了 所以我沒辦法加入 對對對 所以沒辦法加入 所以我加入了 學校的 跑步士團 比較輕鬆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 不要跑 不要跑 沒關係 自己進去練習 什麼時候要跟別人一起練習 是的 你的母親曾經贏得 NCW的第三級的冠軍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也破了很多紀錄 然後也入選了 HOME FAME 對對對 那 然後這年的成長過程中 不是 對於你的接觸跑步 有什麼影響嗎 你媽媽 對 你媽媽 對 我媽媽 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是 因為 她也很開心 我可以上大學 然後去國外 學習中文 是 但是她覺得運動 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 所以 她很開心 我在國外 還是會 加入 對 對 學校的 學校的 對 然後她們有興趣 然後她說 你高中之後 比賽是這個場景 然後 大學是這個場景 現在還可以嗎 然後想要我可以 繼續 提告我最好的嘗試 對 然後我比賽之前跟她聊天 比賽以後 又跟她分享 又跟她分享 跑得怎麼樣 然後她也很開心 真的 那 訓練飲食上 那些 她有對你有影響 和建議 她有當過你的教練嗎 其實 我高二時候 她變成我的學校的教練 但是這個我覺得有一點尷尬 是 但是還是有好處 因為她 她可以 接我去聯繫 這類的比較方便 嗯 然後她也很了解 就是 啊 練習 跑步 這類的事 然後她也會擔心 身體好不好 是 我手上的時候 她也會擔心 不會讓我 一直跑 嗯 嗯 對 這個關係現在很好 但是 像高中 當時候 我不才喜歡媽媽 這樣子 有壓力 對 壓力比較大 還有跟朋友一起 加入學校的 同時有一點 奇怪 請問 媽媽現在 就是她一直都有保持 運動習慣 或是很規律 在訓練 對 就是因為現在在美國的 她在美國的健身上工作 是 對 然後現在 因為肥炎的情況 她沒辦法工作 嗯 所以她說現在 她很 很 不開心 因為不能出門 是 但是她還是在家裡 你知道嗎 然後她 她一直都跟我說 喔我很鮮明 還可以運動 媽媽在疫情之前啊 就是除了跑步之外 還會做什麼運動 她也喜歡腳踏車 她也喜歡腳踏車 對 但是她最喜歡的是 跑步 她也會有用 但是她跟 她不會綁球 不會籃球 不會籃球 這類的 對 我和我的媽媽 差不多 我比較喜歡跑步 可以成 Running Nerd 喔 Running Nerd Running Nerd 你也參加經濟拉拉圖 那 有 也是 是對那有興趣嗎 對 因為 因為 我覺得來台灣的經驗 應該是一個新的 新的事情 對 然後 這個是 非常非常新的 因為 也要很會 就是 打退這些事情 然後我都不管 對 所以我覺得蠻有意思 然後我本來問他們 我可不可以 報名加入他們的社團 因為我完全沒有經驗 但是他們都 遇到 我會問他們 然後我覺得 他們今天是很好玩 雖然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 好玩 然後我覺得 好玩 是非常充足的 如果你加入一個吃飯 你覺得好玩 會開心 這樣就好 那這個 競技拉拉隊 對於你跑步來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覺得 有幫助 因為他們一直都提醒我們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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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 對 然後我以 一般來說 跑完以後 不會 你跑完的時候 比較懶惰 對 頭懶 剛好吃拉筋 對 所以應該 對肌力上 也有幫助 應該有 對 因為我有時候 因為我是長跑 所以 三個四個 以後 我的腳棒會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我鍛鍊性 是 有好處 怎麼做 因為參加競技拉隊 做了什麼訓練 來去準備這個競技拉隊 我們的教練說 所有的男生 教師到這麼 昨晚 歐空版 對 所以我很久練習這個 就是要拉筋 做 順順 印度 出了 跑步 得命 然後這個成績以外 我有新的目標 嗯 我離開台灣之前的 一個目標是 成功 這個 在台灣的跑步啊 人民感覺 成功 怎樣的地方 我覺得 在台灣的 過一樣 是 大家 看起來 亞 是長得像 亞 因為在美國 我們是英明國家 所以有 白人 亞裔 美國人 非英明 所以我覺得很破搖 然後 在台灣 就是 對 都不一樣 沒有 其他的外國人 然後有時候 我遇到外國人 好險 想知道 他的英文 來 為什麼要講 最近是 比較關於社會 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 跑步是跑步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說 在美國的訓練菜單 跟 就是大家的 感情 跟在台灣都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 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那有沒有什麼 就是 來台灣跑步 什麼不適應的 不習慣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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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 我是博士等等 然後 然後 我們的夏天很熱 冬天很熱 對 然後 大家在這裡 我們寒假練習時候 大家就說 超級冷 超級冷 我覺得完全沒有 然後 夏天之後 就是9月 4月 沒有夏天 但是我還是覺得 非常非常非常有 然後 我們演完以後 我要 散散到 散散 然後 有時候 完全不要練習 因為知道練習以後 還要 走路到 所以 我覺得 9月 10月 是非常非常大 天氣 因為天氣 對 台北的天氣 好 所以我在台北的時候 最不習慣的 就是台北的天氣 那你之前 之前有去過其他 縣市跑步嗎 在台灣 對 台灣 去過 台東 我旅遊的時候 我去過台東 然後在那邊 都輕輕鬆鬆的 跑步 輕鬆跑步 對 那你在台東的感覺 跟在台北 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台東的天氣 不 台北的好 台北 有 常常下雨 然後 以前常常 會死 台東的天 比較爛死 中氣 對 所以空氣比較好 然後我也覺得比較漂亮 是 因為 有閃在一邊 然後在另一邊 用來 在美國 你自己比較喜歡吃什麼食物 我很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在美國最喜歡的食物是甜甜圈 那在台灣 喜歡的食物有什麼不同的嗎 我覺得台灣的甜點不夠甜 不夠甜 所以我不太喜歡台灣的甜甜圈 但是我很喜歡花蓮的花生捲 對 因為我覺得 很好吃 對 感覺很好吃 那你這樣吃甜的 吃這麼多 會不會對跑步有什麼影響嗎 應該有影響 但是 我覺得 這個方面 我沒辦法改變 因為是 全的生活 我一直都喜歡吃甜的 所以當然如果我吃健康的 對我有好處 然後不是我不以為你吃健康的 可能比賽的 然後 當天 前日 整個禮拜 不會吃那麼不健康的食物 在哪裡啊 我要提醒我自己可能一天一次吃甜的 不會說一直吃 對 我也很期望是 從油冰 從油冰 對 但是這個也很不健康 所以 雖然不會很甜 但是還是對身體不太好 我覺得 因為油很多 對 之前 你有騎單車環島 命類 那 在過程中 你最喜歡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景點 還有什麼發生過一些有趣的事情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 我 反倒的時候 一共我騎了13天 13天 因為我騎得不太好 是 然後我騎的 拿太轎踏車 不太好 因為在城市的中間 比較少區的地方 我覺得很漂亮很特別 然後我也去台灣的最難點 然後我也去台灣的最難點 然後我覺得那個地方很抽屜 嗯 因為 就是全國最難 對 然後我也沒去過 嗯 這個國家的最難點 所以我覺得很抽屜 對 大家都知道 疫情啊 武漢肺炎 對你來說 在台灣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 關於這個肥炎 我很乾淨 乾淨 就在台灣 嗯 因為 這裡生活還是 平常的 雖然我可以 繼續在這裡 上課 運動 跑步 嗯 我還是會擔心 還有家人 嗯 還有其他的國家 我當然很難過 今年的 全國比賽 啊 跑步的 這些類的打打隊 都已經封了 雖然我很難過 但是我也了解 其他的國家更幸福 嗯 我的家人 我的在美國的男朋友 都是有更幸福 所以我覺得還好 你未來會想要做什麼嗎 然後 你的夢想 然後是說 你未來的跑步的成績 嗯 我未來的目標是 我希望 我可以在國外的 美國大使館工作 我最好的 五公里的成績是 16 嗯 嗯 所以從來沒有 跑 16分 所以 如果我 努力練習 有這個目標 然後我也是 博士服務員 所以我們的 麻辣手很有名 嗯 從來沒有 跑過 也沒跑過 半麻辣手 所以我 未來的目標 是 不是 你媽媽有 跑過 博士的麻辣手嗎 他 他 也沒有 他沒有 他比較喜歡跟我一樣 五股的五股的五股 五股的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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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是蛋餅還是蔥油餅 蔥油餅 第五題是臭豆腐還是皮蛋 臭豆腐 第六題 豬血糕還是鴨血 都不要 啊 豬血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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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陳吉拉拉隊 好 第十題是 御照教練 還是 陳韋 教練 一家 教練 上台振 industrial 很久 引擎 安全 成績 牛牛 所以 你們未來想 跑馬 Python 一定會選擇 內類型 應該 有 你有穿過嗎 有 但是 不是我的 有 那你自己是穿的感覺 因為很多人 不能回敬他 所以我覺得應該 遇到教練跟挺尾教練 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一樣 課表上的不一樣 對你凶的程度 我覺得 因為他比較年輕 所以他跟我妹好像 他真的是教練 但是我也看他有時候有 就是隊友的 隊長的感覺 還是非常非常尊重他 但是他比較喜歡微笑 我覺得 所以不太會怕他 對 所以醫生 你會怕教練 對 你還有金雞拉拉 跟田徑 哦 哦 今天女生是 有什麼原因嗎 覺得女生比較多嗎 沒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很多年跑步 所以雖然在台灣跑步 跟美國跑步 跟別人可以交朋友都很不一樣 但是因為 金雞拉拉隊是非常非常新的經驗 我很喜歡 還有感覺很不一樣 就是 我知道怎麼跑步 所以我可以得美之類的 我可以比得很好 但是拉拉隊我不好 是別人一直都要幫助我 是我要說 哦 你可以幫助我 你可以教我 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一直都做 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會 進步 所以 因為這個原因 我很比較喜歡他 但是都喜歡 哈哈哈哈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對於米糕的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追蹤 米糕的IG 那就在下方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拜拜